不過其實放屁 大家每天一定都有放屁 但是你人了不了解屁 我們關於屁也有很多的迷思 今天要來破解 所以來第一個要破解的放屁迷思 俗話說得好 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是真的嗎 1 2 3 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答案是錯 天啊 沒想到耶 來 我們先問一下身為專家 你跟其他兩位專家都不一樣 請問營養師你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家人滿常 又想又臭 對啊 對 對 個人經驗 生活型態 對 我們的臭經驗也是這樣子 來 我們問一下 剛才你常會給西醫派的 是 基本上 響屁通常代表是 你的排氣量比較大 排氣量比較大聲音才會響 但是排氣量大通常我們暗示的是 我們 蠕動比較好 所以說這種情況下 你的氣體停留在腸道的時間 會比較短 所以說相對來說 比較不會那麼濃 比較不會那麼臭 但是我們最怕那種是無聲雷 那種就是沒有味道 不是 沒有聲音 你又講無聲雷了 對 超級臭的那種屁 基本上那種屁量都是很少的 所以不會發出聲音 對 但是這種 因為通常為什麼屁量那麼少 大部分都是腸胃道 可能蠕動功能有些狀況 那其實它在腸胃道 待的時間就很久 然後出來就一點點 所以這種通常都是 超級濃的這種臭屁 所以說我覺得就古老的那種說法 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 我覺得其實還滿 再來關於屁還有什麼樣的迷思呢 在很多的場合真的很不適合放屁 那如果我們把屁這個忍住 在身體裡不放出來 會不會生病啊 肯定吧 屁忍得住嗎 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啊 對 對不對 你真的很優秀耶 不是 如果撐得住的話 誰會想要再約會對象 或者是喜歡的那些地方 你就是撐不住啊 撐不住啊 你看就像我有一次也是一樣 忍不住 我那屁也是忍不住 可是那個計程車司機硬要叫我忍住 因為我那時候 你還會先跟他講說 司機那時候我快要放屁了 沒有 我有預告他 因為我上車的時候就跟他說 神奇大哥我剛吃完麻辣鍋 然後可能坐你的車可能20分鐘 然後我5分鐘內我肚子可能會不舒服 然後那個司機就說 你不舒服的時候趕快跟我講 我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開始不舒服了 然後他說 從現在開始 不要相信你的任何一個屁 你的司機大概也很酷耶 對 他就馬上找加油站 你趕快去 趕快去放 趕快去放 趕快去弄 要不然你會生病 他就是要叫我忍住 不能忍啊 忍不了啦 一般人不是都偷偷的把那個車窗搖下來 然後盡量想辦法控制你的擴約機 你這樣就過去了嗎 怎麼可能不放屁 對 然後故意唱歌很大聲 對不對 好 差不多 就讓那個屁就這樣過 對啊 不放出來會生病吧 大家都一致認同 是 因為基本上 其實我們胃腸道裡面的氣體 平常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抒發管道 不是從上面就是從下面 對 但是你基本上你不太能控制 但是如果堆在肚子裡面 一肚子氣一定會有問題 一肚子氣基本上第一個 你的腸子會被撐開來 所以你肚子容易會痛 而且容易會腳 腸壁一撐開來以後 你的肌肉就會開始要收縮 就會開始腳痛 另外其實很多人脹氣的時候 他會有很明顯的刺痛感 而且甚至女生最不喜歡的 就是腹突 他覺得奇怪 為什麼今天 我晚上跟早上 那腰尾好像不太一樣 這就是一肚子氣的原因 氣體太多 讓你的整個肚子撐開來 會有一個腹突的情況 所以說就各方面 不管是從外觀 或者是從一些症狀的表現來看 其實P的就是肚子裡面 一定會生 你在當專科醫師的時候 你有認真研究過P嗎 當了專科以後才開始在研究 因為其實我們腸胃科 有時候我們在還沒有看到病人前 我們光看病人進來 或者是病人在陳述一些事實的時候 還沒檢查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已經要先猜到 我們的答案是什麼 其實看久病人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對 從屁一進來就越聞奇想 就大概了解它的病狀 好 接下來的這個迷思 我們要跟大家討論 多屁的人總比無屁的人好嗎 肯定的吧 必須的 對啊 有屁總比沒屁好 放得出來總比放不出來好 要不然你連個屁都不死 對不對 一開始就搶了嘛 而且中醫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有沒有 有學問 是不是 什麼意思 楊醫師 就是你 因為我們講胃腸 大腸不是跟胃相表裡 你氣足的話 你大便通的比較不會有屁 你不通的話就藏在那邊的時候 放不出來就越來越吵 真的 我們有小孩之後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這麼喜歡一個人 那個打嗝跟放屁 他如果沒有放屁的話 你會很擔心他 沒大便的話就很擔心他 每天就一直戳他的肚子 然後隔也是把它拍到 感覺那個肋骨 後面那個脊椎都要斷掉 這樣子 真的很恐怖 好 多屁總比沒屁好 這個應該OK的 好 來 再來呢 文屁胃有益身心健康嗎 文屁胃 我覺得這滿... 不是 會有這個樣子的問題 是誰有這樣子的迷思啦 文屁不搞的 等一下 這話不是空穴來風喔 來 什麼意思 來 WISH 好的 這個是一個來自英國的研究 他說我們這個臭屁胃可以預防 癌症中風還有心臟病 以及失智症的發生機率 是因為這個臭屁中呢 含有硫化氫 可以保護細胞的立腺體 改善發炎 所以團隊認為呢 文屁胃是好的喔 不是 這有可能嗎 來來來 我們先問一下西醫 來 我們先問一下西醫 我是持反對的態度啦 因為其實我們對一些研究 有時候我們都抱持著一個 懷疑的心態啦 因為其實像硫化氫 雖然也許可能真的 對身體有一些幫助 但是你要怎麼知道 這個患者排出來的屁裡面 真的含有硫化氫 那個量到底多少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定量 所以他就是變成他的受試者 他的測驗者 他要放屁了之後 他就 準備好了 然後有一個東西把它接住 然後就有那個 對 然後那個 立刻就要測量 一氣是不是 他必須要這樣子才準確 弄得跟阿凡達一樣 所以光是這樣子 其實這整個研究 就會有很多的變數存在 其實這一定知道 這研究基本上是很難做成的 所以這樣的研究可能 我會覺得可信度相對是比較低的 來 我們營養師 西醫的 你有聽過這樣子的這個屁的研究 是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但因為它上面寫說 因為臭屁裡面的硫化氫 就可以保護細胞 可是我們很多天然食物裡面 本來就有硫化物 因為剛剛一直有重複提到 洋蔥 十字滑克蔬菜 本來就有 所以如果要預防這些急屁的話 我是寧可吃那些 不要吻屁 對 不要吻屁比較好 會不會是吃了那一些 十字顆花類的 然後你那個屁出來 它其實是淬煉 萃取 精華 再自精煉之後 有沒有 對 提煉再提煉 所以就是吸一口就可以 不用吃那麼多 我就是吸一口就吃到精華了 那你多吃人去補足動分 不是 我跟你講 我還真的是有過這樣 然後我放那個皮 然後我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在為了要 就是為了要減脂 然後就是多吃那些蔬菜 然後都是水煮的 什麼調味都沒有 那個是毒 提煉再提煉 精華再精華 我放那個屁在房間 我把門給關起來 他說會幫助有身心健康 有沒有 造成我小朋友的創傷 小朋友 救命 真的耶 真的 然後我說你們以後當兵 也是會進毒氣勢 現在先訓練 他們身心靈整個是非常地倒 不OK 真的不能這樣子 對 對 我覺得人不要臭屁 同時也不要臭屁 我們要來好好的對抗 這個臭屁的這件事情 臭屁不一定是不好 對不對 如果排出來是那個太久 身體裡面的毒素 對 我們有一個例子就是 是一個患者 他的爸爸遇到一些意外的事件 然後就是氣悶 只要胸悶 總要分開就對了 所以有兩三天沒有大便 然後肚子脹起來 氣什麼都脹著 所以他們就是 相信一個偏方 就是把那個蟑螂 繞在那裡 你是說把蟑螂混在粥裡面 然後要吃掉的 還要活的 他就是姑且一試 不然就要死掉了對不對 但是肚子脹得很大 他就好 就死馬當活馬蟻 就該灌了 他吃下去以後 真的放了一個響片很臭 他們就在期待這個臭屁了 洪天 因為那個告訴他的高人說 你就等到一個臭屁出來 他就醒來了 人本來眼睛閉著 要吃下去之後 放個很臭的屁 很響 大家就期待那個臭屁了 那個可能就西洋人講的 那種流氣 放了之後 再過三分鐘 眼睛就打開了 這屁 兩屁 萬年富貴 那個患者先生跟我講 他自己本身也是這樣 他也是 後來他也是肚子脹氣來找我 但是我是給他 那個開的是 行氣化育的 就是蘇丹解育的藥 他回去 他也跟我講 他也是換個屁 很臭 他生理就好了 就是說有時候屁 當然香的是很好 就是臭屁的時候 也是你很喜歡的屁 你又排出來 肚子脹得也不舒服 都不好 對啊 所以有時候臭屁還是很臭彎 對 聽起來是原本不放這個屁 會有生命危險 其實聽到 班剛中醫師這樣講 後來想到 其實乾陰化的患者 如果你便祕 氣體還不出來 其實會乾昏迷 其實在乾陰化的患者 其實有時候會忽然意識不清 有的不知道在降什麼 眼睛張不開 這種時候乾昏迷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因為 裡面太多的那個氨 阿摩尼亞那個 蓄積在體內 然後流到腦子 造成所謂的乾昏迷 像這種狀況 其實真的就是要想辦法 把大便弄出來 我們通常會給他用一些 比較強力的卸藥 讓這個氨粒子 盡量離子化學的大便排出來 讓你減少在體內的濃度 這樣病的症會醒來 但是我們是用藥 我們是不是不太清楚說 蟑螂有沒有這樣的效果 是我們吸醫 因為吸醫基本上 還是以藥物為主 所以這塊 我們就比較不清楚 不過這個學說 我覺得在某些狀況下 的確是成立的 對 有時候就等那個屁 對 我以前開過那個樓館 然後他說 你若是要進食的話 你就是要等那個屁出來 對 那我想 那我們那時候 生完小孩的時候 醫生也是叫你 趕快下來走一走 為什麼 他就說 你要趕快放屁 你放屁了一切才會正常 因為放屁本身 如果放得出屁的話 代表你腸胃道功能 也是回復正常的 因為你可能在 在手術過程中 不管是影響到腸子 或是影響到全身做麻醉 然後整個腸胃道 其實功能是下降的 那如果你開始排氣 代表你腸胃道開始蠕動了 開始會動 氣體就會出來 這代表這樣 如果你腸胃道已經開始動了 你就可以開始吃東西 試試看 看會不會有什麼不舒服 對 沒有的話就可以回復正常進食 就是在等那個屁 就是在等那個屁 好 我們終於等到了 正常的屁之後呢 一般在日常正常的放屁呢 有沒有什麼可以減少 周圍人困擾 讓我們人緣不錯的放屁的秘訣 我們可以少吃一些 比較容易產氣的食物 然後剛有提到 像麻辣鍋那種高油脂 或高鹹度的食物 也盡量要減少 你的屁胃比較不會那麼重 那我自己有一點小小的方法 我跟我很多病人都說 在比如說吃一個便當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 比較不容易產生太多的氣體 也比較不容易那麼臭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人 喜歡喝飲料 或是用環保杯 都會裝吸管 其實用吸管喝東西 也很容易產氣 所以在吃一個正餐的時候 建議就蛋白質吃完 再吃澱粉 然後最後 也可以降低食物 空氣進來嘴巴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 盡量養成自己 腸道健康的習慣 比如說多吃蔬菜啊水果 然後像很多食物 是可以帶皮吃的 比如說地瓜 像葡萄啊 芭樂這種 本來皮就可以連一起吃的話 它可以攝取到的 纖維質會比較多 那對腸道健康狀況 也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說 在某些狀況下 如果你常常吃抗生素啊 或是去吃一些胃藥啊 你可能會改變到 你腸道裡面的豪菌的比例 這時候你可能 也會常常放臭屁 吃一些益生菌做補充 也會獲得改善 另外就是剛剛進食的習慣 剛剛有提到 不要用習慣喝水 另外 常吃口香糖 竟然會放臭屁呢 因為口香糖裡面 其實有很多代糖 而且代糖其實 我們人體是不會消化吸收 都是我們腸子裡面的 細菌在消化吸收 對 所以那個時候會產氣 所以吃口香糖 吃多了也容易會有放屁的 這種情況 另外就是吃東西的時候 一直講話那些的 就會一直講 然後你在吃 對 你會吞進很多空氣 所以這種進食習慣 其實各種原因 都有可能會造成 我們一肚子氣的情況 所以要做一些調整 才會獲得改善 好 那我們剛剛除了說 吃東西之外 有沒有什麼 就中醫有很多 就是什麼隔空打牛的 這種穴道或幹嘛的 有沒有什麼這種 讓我們可以 運動操 有運動操 對啊 但是我們也是要吃一點中藥 就是我們常聽說的 陳皮有沒有 它就 然後還有 這種東西就是 讓你調整你的腸胃的功能 才不會說氣都結在那邊 所以 而且那個都很便宜 買來 自己在家裡泡茶喝 然後就做做運動操 這樣子就可以讓你的腸子 蠕動很好 就不會有空氣 只要在裡面 他自己會把腸子調整好 就不會有排氣的 胖臭屁的習慣 楊醫師失敗 四代運動操 好 就是我剛才講過 我們脾胃不好 就是木刻土 土會刻水 水就是腎臟 腎臟的筋線在腳底有一個涌前線 土夠後然後土不會刻水 水生木的話 乾就健康 所以我們肺 剛才我講肺跟大腸相表 你有肺氣阻 你的大腸蠕動很正常 就不會有空氣塞在那邊 所以就比較不會放屁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設計的話 就是手足三部曲 就是說我們肩膀這裡 這裡有一個肺筋 心包筋還有心筋 所以我們心肺功能很好 他就比較不會放屁 減少放屁的機會 所以這個是 那這邊是大腸筋 這個是小腸筋 然後這個是三膠筋 就是氣的快滴 讓你的氣把它擠好就不會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先把腳墊高的時候 手抬高有沒有 要站起來嗎 要 就是問問我們 把手墊高的時候 這個就是 我們這裡是心筋 心跟小腸這樣 把它墊高 腳墊高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勇前線 然後我們的肩膀 這邊有三條向後轉 向前的話 大腸筋是在前面 所以我們肩膀向前動 向前 先向後再向前 然後肘部這裡也是 肺筋在這裡 心包筋還有心筋 所以是先提高 然後 對 先聳肩 向後轉 我剛剛一直這樣向後轉 我轉不了 我原來已經換動作了 向後 然後再向前 然後肘部這裡也是 都是心肺的呼吸功能 跟大腸筋 讓它蠕動正常 所以我們這裡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然後再向前面 然後身子在這裡就是 有沒有 我們肺筋 這個是心筋 這個是大腸筋 所以我們手要360度 先這樣 把腳墊高了以後 這個一定要墊得越高 你如果會 搖搖晃 表示你的腎氣虛 腎氣虛就是水 不能搖 不能晃 這個時候打死就不晃 對 這樣把我們腎臟照顧好 腳墜 就是這樣子 大家知道了 就是這樣 打直 腱腳尖 然後肩膀動 肩膀動 向後 向前 然後肘部的運動 向後 向前 伸直360度 再回來 這樣就一個療程了 沒有 大家一起要 好 回到起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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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哥哥爸爸正為大 名譽照我家 肘部的 為國旗大張 當兵小孩 走吧 走吧 哥哥爸爸 家事不用你牽掛 只要我長大 只要我長大 拍個手 因為這裡剛好手心這裡都是 呼吸器官跟你的大腸 都有鼓勵道 這樣大家有沒有很健康 有 下次看到有人在做這個運動 我就知道他要放屁 真的 缺放屁 這樣子也減少放屁的機會 如果真的要放 也是非常香的屁 減少放屁 也是香的屁 這樣放出來的屁都是 放香屁的運動 放香屁的 好 來 請回座 謝謝 我覺得很棒 很棒 而且又簡單 主要是簡單好做 簡單 然後 好做 老人家就是也很知道怎麼做 我覺得滿好 動作 運動不要複雜 沒錯 運動就是簡單 大家就可以學起來 常常做的 證明是只要我長大 對 所以健康 很重要 健康從小就可以很快樂的長大 對 而且要有前奏 登登登登登登 好 因為那個墊腳尖 盛氣除骨頭才長大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有那個 登登登登登登登 好 才可以減少放屁 減少放屁的機會 好 才可以減少放屁 結果或變成香屁 對 變成香飛 好 所以今天告訴大家很多 這個放屁是正常的生理現象 有屁塊放 不要憋 憋了會生病 沒錯